市府发言人余志明跟文化局长姜亭梅在记者会上宣布 迎接各地的游客 今年夏天市府将推出夏日电影院 播放四部温馨趣味的电影 那为了促进我们金融市的旅游的亮点 还有城市的一个形象 我们本府会利用文化中心 它的白色的外墙 来作为我们城市的巨大的投影布曼 并且会在我们的夏季的期间 我们会做一个夏日电影院一系列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我们金融除了观光之余 还可以共享这个欢乐温馨的一个亲子的时光 那我们特别挑选了有四部 非常适合合家观赏的一个电影 那这个电影的播放的期间 它是会从我们2023年的6月4号 一直到8月20号 因为今年是我们小爱爸爸上任以来 首次要推动我们在今年的暑假 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们喜欢来到我们金融 也希望能够推动全国的家长们 能够带小朋友暑假来享受不一样的一个金融的感觉 那今年的夏天呢 我们推播了四个电影 那这个四个电影呢 有 第一个是我们北极战队 很可爱 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个部分 然后第二部片是我们的小麻烦当家 这个部片影 也都是在快支人口 而且是非常在国外非常红的一个 和家欢乐的一个影片 那第三个是我们的石器小英雄 这一个 然后最后是一个我们向校阳的大电影 外星人来了 那也非常希望全国的爸爸妈妈 在今年的暑假可以带我们的小朋友 一起来金融的东岸广场 欣赏我们这四部又好玩又开心的一个电影 基隆夏日电影院将在6月4号到8月20号期间 每周日晚上7点在文化中心外墙播放 文化局说今年夏天很有戏 欢迎各地游客来基隆观光 共享温馨的亲子时光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